我想一下我的想法 那我觉得首先先恭喜每一位参赛者 我觉得你们都很认真 也准备一些东西 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讲的都是点的 不是根据个人 没有就对个人 在比赛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评分表 不管你参加任何比赛 你一定要知道评分表 到底裁判怎么样去看待你的表现 当你知道评分表了以后 你会比较知道裁判的评分的标准在哪里 那你在准备的时候 才会有办法根据每一个评分的标准 我尽量能够把我最好的部分来做呈现 千万不要你都不知道评分表在凭什么 你就来参加比赛 那你的表现可能会 我们台里说走中 就是走直 而且是不对方向 这个部分你们一定要思考一下 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在内容部分 叫做演讲价值 我不确定大家是不是每一个参赛者都有 思考你的演讲的内容 它的演讲价值在哪里 你可能要去思考这一件事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 如果你的演讲整个完全没有演讲价值 我在这一项目就给你的一份 是就没有分数了 另外呢我希望大家有 当然我现在有几位讲者 你们是有想到我一定要有一个价值在 所以呢他前面都没讲都没讲没讲 最后结论最后一句话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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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三明主义统一中国 最后再讲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你的演讲价值 这个我觉得不够好 因为你在最后才讲出来 你连铺沉都没有 你也没有去衍生它 或者是把它的意义去多扩大 所以呢你这样子的演讲价值 分数就很低 因为它没有任何带出其他 更深层让大家反思的部分 你可以去思考怎么样 让你的演讲价值 在你的演讲内容中把它带出来 而不是最后只是丢一句话出来 这个我们要怎样来 这个我觉得不够优 那么第二个我要讲的是结论 大部分的演讲 我今天听到的演讲者都没有结论 什么叫结论 刚才我说的那个丢一句话 那个对我来说也不算结论 结论应该是要总结你前面讲的 你可能有一个反思 你可能有一个论述 这些在你的结论段很简短 大概在一分钟之内 很惊讶地把重点在做摘腰 然后有一个好的一个互动 或者是你可以再加一个笑点 因为我们是幽默演讲 在结论段你一定要加幽默的点 让大家能够有一些回味 你的演讲内容 这样你才会把观众带进来 要不然你就只留在你这个故事里面 这样子不够面向的够挂 一定要往外做延伸把观众拉进来 这是我的建议 好 接下来呢有一点 我们的演讲 幽默演讲比赛跟笑话大全是不一样的哦 你今天不是在讲笑话哦 是演讲哦 它是用演讲用幽默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不是只是讲笑话 不是把今天我听了五个笑话 笑话全部提带起来 这对演讲比赛不是 这不是的 所以为什么看说演讲价值很重要 你要有一个价值 你所有的东西 只是用幽默的方式去把它呈现 可以思考一下这一遍 然后今天有几位演讲者用到投影片 投影片我觉得是完全不需要的 对我来说 因为我们希望练习的是你的演讲的技巧 你的舞台上面的表现 你自己的眼 你的眼神 你的内容全让铺沉 让大家能够接受 投影片是一个补助工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今天投影机坏掉了 那你是不是整个就后悔了 你要思考这一点 你还是要能够有办法 如果今天我的这个原来计划没有成功 我非我自己的方式去做呈现 这个要思考 是不是需要投影片 我不建议 我不建议 然后这一点 接下来这一点很重要 今天好几位讲者 讲到一些 我们说笑话 那个笑话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点 B级 或者是暗示 性暗示的笑话 这些笑话我建议在比赛中都把它拿掉 我们在幽默的概念当中 应该是让大家觉得你的内容 你的用字 你的设计的精巧 而产生幽默感 所以这个跟品味有关系 你的品味 因为叫taste 就是你的品味在哪里 你不要讲低级的笑话 滑重俱虫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你也很难在网上 进到更高的舞台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再思考 说我今天选幽默的点 我怎么样让这个幽默的点 它是能够入流 而且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搏军下的 不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很低俗 很通俗 这我觉得不是好的选择 好 接下来呢 很多好几位好几位演讲者 当你们在讲你的内容故事的时候 我真的好几个段落 你们好多段落 有一些段落我听不出到 听不出重点 可能也跟你的主题没有关联 所以我建议大家应该是把你的主题 你的重点是你的主要的价值 放在中心思想 你的所有的那些故事是围绕着它的 这样子才会每个故事都跟它有所关联 那你最后讲出来就是很明确的 你就呈现这个价值 好啊 最后最后分享一下 就是大家舞台的运用 有几位包括今天 我们的讲者在舞台运用 都不是有的非常得体 我觉得舞台的运用 有些人觉得说 我现在我全部都是站在这里 定位着讲 有的人认为说 站定位讲 感觉好像你是不是有点僵硬 你要看你的表现 你的走位是设计出来的 不是位走位而走位 有好几位讲者 他有一种走前进三步退两步那种 在走好像车 那个车骨正 不要这样子 你是设计 比如说我在我的幽默演讲 那一篇演讲里面 我讲到 我就是说德莱莎生女 我讲到正宁的法师 我讲到陈树菊 我设计的舞台就是在不同的舞台 我讲故事 所以你走到不同的舞台 跟不同的地方的观众做眼神的交流 那是设计出来的 而不是我只是跺到这里 再跺到这里 那个叫做跺步 那个不叫走位哦 跺步跟走位 我也请你不要混为一谈 我觉得跺步的就是展现你的紧张感 不会让人家觉得你更紧张 所以千万不要跺步 这是我今天看到今天的表现 如果你还有别的有关于幽默的演讲 你可去听一些幽默演讲的工作吧 你可以学到更多的技巧 那我就花时间交还给从子 谢谢同志 那由于今天的时间只有三到五分钟 那既然是经验跟奖 我大概分成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就是针对奖屏 這個整體要注意的事情 第二個我想說我個人對今天的演講者 我所觀察到 想要的講評大概有別的 第三個部分 因為今天有九個參賽者 那我也簡單給這九位參賽者 對於簡單的point out 他們的優點和缺點 這是純粹上面所講的都是純粹 就是我們是一個互相切瘦 互相分享 純粹是我個人的觀點 所以有批判到你 讓你不舒服的話 請大家就是包含 好 我首先講的就是這整體在講評 主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因為講評只有二到三分鐘 時間很短 上來不要再做一個招呼的動作 這個好 那個好 今天有人這樣好 第二個不要把你個人的喜好 投入到大家的喜好 你個人對他的演講很好 但不見得大家對你很好 不要說大家是不是借起手來 跟我一起拍手 我就不喜歡 當你叫我坐 快點 這麼多 所以要留言一下 第二個呢 我們在講評 最重要的是 這個你的分析能力 那怎麼看出你的分析能力呢 所以你在講的時候 你要說 你要去確定說這一篇的題材是什麼 當你確定這邊的題材是什麼的話 你往後的其實就是為 依照這個你所設定的題材 去找出他們優點 找出他們要改進的地方 這是讓你有一個遵循的目標 可能會比較明確 然後再下面的點就是說 你站在這邊是講演講者的一個演講 不是在他轉述一遍 不要再講一遍 我已經聽過一遍 你不用再講了 你實際上講 大家說哪裡好 哪裡不好 哪裡改進 所以不要再重複 然後另外我們在分析的時候 應該要調理說第一點 我說你的演講的這個內容是怎麼樣 你在這個演講的颱風是怎麼樣 就是你在分析的時候 有一個結構性 現在知道說現在是左路在做分析的 你的颱風或怎麼樣子 好 第四個 當你提出建議或是你的看法的時候 希望能具體的 別講說那是心靈的或怎樣子 有一個很具體的 最好就是有一個實力講出來 另外因為講評的這個 他其實本身也是一個短篇的演講 所以他也要包好這個開場 然後裡面的內容 後面要結尾 那今天的整個參賽者 我都發現都好像都沒有結尾 所以還好大家都沒有結尾說 大家那個不懂得不懂得不懂得不懂 今天如果有一個結尾講一點 他就多了他自己分 這大概就是一個整體的 那我現在正在講我個人的 我個人的觀點 第一個我認為他今天所講的題材 是一個激勵性的 還有一個個人經驗的分享 總和這樣 那激勵就是說 一個有創意有夢想 只要你實現就是一個這樣子 第二點就是我看到就是說 他的題目的這個 真的是有人跟我們講的意見 就是題目太長了 很難去沒有辦法去說引起你的這種 是很注意力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強歌夢想的實踐者 這是我的個人建議 當然裡面講的是這樣子 題目的題目改成這樣子 另外我相信很多猜測者都有注意到 他的講話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肢體在動的時候 是有必要的動 並不是像我們剛剛上位那個講名字 他講的不是頓悟 那我們感覺上把這樣荒蔭 這樣講到這裡 然後就開始轉來這邊了 那接著轉來這邊了 是要有目的的 那另外大家也都注意到 你的眼神是往下看 所以有時候這邊 但是眼神是往下面 你可以往上面看某一個人 那另外就是在裡面的 當然內容這邊就是可以加重的地方 就是你談到 強烈在介紹那個地方 就是台上做把風的地方 其實是你可以很好 就是發揮的地方 譬如說在喊喊 慢烈的來的人 那個聲音絕對不是說 好像我們一般演講的那種聲音 可能是很高昂 或很偷偷的講 把那種情境表達出來 這是你可以加強的部分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另外我針對每位參賽者 就簡單的講一下 第一個呢 那一位參賽者他有直接講到這個 不一定 不可能是 這是他具體的講出來 但是他有講到說字面上的修飾 他只講到字面上的修飾 他沒有講到怎麼的修飾 那第二位他的開場很好 他當成就是一個電台的一個方式來表達 但是他所換的比較不好的就是說 一直在轉述演講者裡面的內容 那第三位呢 他很具體的 很清楚的說明了就是說 他的優點是怎麼樣 要建議哪些 不是很清楚的 那第四位呢 他慣了一個就是說 開場的時候一個 開場的一個招呼 這是不必要的 然後另外說 說盾 盾得很好 盾得哪一個地方好 我不曉得你說盾得好 那是盾在哪一個點好 然後另外就是說 他講的這裏免領的東西 可是他有很大的優點 我不曉得這個是不是何無邏輯 可是他有很大的優點 那丘寧的間諭就是你應該的喔 這個是用自由是要小心 那第五位呢 他有看到他的個人的見解是說 很大膽很成功的一個演講 他有講到具體的就是說 在夢講成真這個過程當中呢 應該用比較多的時間部分來表述 那第六位呢 他也這兩個人 我寫到的這兩個人看法就是說 這個講的題材 題目太長了 然後他也證明是一個激勵的演講 那激勵的時候 既然是激勵 平常是激勵來言之可以說 一位出身比較低微 惡劣萬性下的一個游民 他都要抱有這個夢想中以推動這個 社會的一個進步的一個最大推動者 稍微把他說回為什麼他是激勵的 那下一位呢 也是我講過的就是說 不要把你個人的意見 要求大家認同你的意見 要大家一手一起共和拍手 那另外就是你講到的三個優點 那當然是不然就是我們同意這個優點 但是就是說他具體的點在哪裡 沒有把它點出來 另外第八位他講是說希望改變這個前後 有一個很大的差比 這也是很好的一個跟他的觀點 那第九位 最後一位 他也給我們介紹的就是他講的就是說 他講得很好說起柔介紹 係數還有結尾 所以這樣就有講這樣子 已經講到這個點 其實他應該是起柔介紹 就是他飲用水的講的這個重點很好 然後敘述就是一個出身的這樣子 很簡單的一個說明 來強化來支撐他所提供的這個點 那以上是我個人的一個觀念 跟各位分享 謝謝 已經做愛了影帝或影后 想要融合這個寶座 要有兩個基本條件 第一個條件 他一定要讓觀眾 忘了他是誰 只記得他演出的角色 也就是 演的人他要完全融入在他的劇情當中 熟練度是必要件 如果我們熟練度不夠 人跟稿子就是這回事 我只記得你是誰 我不記得你講什麼 第二個 劇本要好 就算我們暫會演 但是沒有好劇本 一樣拿不到這個寶座 第三點 是額外的 但是這一點很重要 這一點是什麼 評審 大部分都是有點年紀的 所以 我們的演講可以創新 但是不要標新利益 因為評審他們不論多麼的精確公正 可信有知識度好的年齡者都有主觀 而且演講會有一系列的價值 這是參賽者一定要去了解的基本條件 如果我們不能了解演講會的精髓 是在演講者的本身 而不是靠所有外力 那麼我們的演講很容易進入外力來推動 但是你自己的那一個聚焦的能力會消失 這三點做到寶座就是我們的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一位講的幽默演講 一位講的講評 我真的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先說智俊仁 我覺得他志在分享自然心 他就是這一個過了感受 偉智 唱作劇家火銳正 沛山 賞心悅目聽小鈴 宜昏 放空大笑去旅行 宗如科技駭客 重放心 但是今天晚上的幽默演講 我很難展笑容 因為沒有幽默 我們忘掉了今天最重要的元素 這個東西 我覺得剛才如果有錄影的話 大家回去聽我們抄群 會有的演講內容 如果細細的去品味 我們會寫出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新輩今天坐我的旁邊 做講評者一定要記住 我參加過國際演講會 為二的中文演講比賽 一個講評一個幽默 我們有參加過第三個比賽 兩個都拿冠軍 講評最重要的是什麼 講評只有兩到三分鐘 所以破題很重要 我們怎麼樣他的題目這麼長 我們可以截取一段 專家還是夢想家 我今天聽到了一個專家的演講 聽到了一個夢想家的想像空間跟實現能力 我們一破題就要把這個講評給帶出來 因為我們只有練到三分鐘 所以我們的時間要掌控得很精準 講評要做什麼 要做演講者的知音 演講者今天有什麼優點 大家看到的是表面 我看到的是什麼 我看到的是演講者 他真心地喜歡這篇文章 真性情就是好文章 他多麼符合現代時代的夢 他多麼讓我們去重新思考 一個社會人文的現象 這些都是他期待帶來的 各位 我在他一下來的時候 我就把我寫的獎品給他看 他說這就是他要表達的 我寫的是什麼 我寫的是他咬字清楚 題材心理 提供全新的觀點 他是一個非常吸引的一篇演講 完全結合時代的邁鬥 所以他看著他說 這就是我演講的目的 這就是我聽到的 但是我今天感動的是 不是他的 也許他緊張了 這些是他的 可以更精進的地方 但是他讓我感動的是 他真的真的關心這一片土地 他透過一個參加 看不見旅行的小女生 賦予了強哥這樣的人的心聲 如果我今天是想聽 我會給他的一個強烈的建議是 一開始就把強哥帶出來 各位 各位來來來來跟我來看 這塊石頭 大家猜猜看他是做什麼的 我一開始可能就會把強哥的故事給帶出來 然後再吸引大家進入這一篇文章 這樣的建議對他是具體而有用的 所以我們不要留於表面的制式 這是非常重要的 時間的精準 我今天很多的講 沒有講到紅牌舉起來 我們要抓一個差不多的時間 也就是在黃牌舉起來之前 一定要把讚美之詞給講完 讚美三分之二 然後呢 給他建議三分之一 黃牌也舉起來 就要開始講建議 無論你多少讚美都要停了 趕快講建議 建議你可以多寫幾點 幫你挑幾點就好 然後最後三十秒回頭 我今天多麼多麼的沉浸在這一篇演講中 我希望我下次如果再聽到心被他提供 另外一個他全新的觀點 讓我的知識增進 讓我的觀點完全不同 打開視野 所以最後三十秒再回頭來讚美他 這就是演講會的三分之一論 兩位優秀的講評員 已經幫我要講的話都講完了 所以我只好談戴起一切不一樣的東西 希望大家喜歡開片子 有請任何委員 幽默演講是我們所有演講的最難的 大家同意 同意 一個真正好的幽默演講 我常常跟別人講 是要怎麼樣 校中有淚 這個淚 就是我們講的價值 所以我們今天在幾位演講者裡面 我們看到講句老實話 價值的成分不多 不多 所以這也就是 幽默演講最難的地方 最難的地方 那剛才玉華也講的 我們今天優美演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你即使不是做幽默演講 你都要加一些幽默演講在裡面 這一次世界級的冠軍演講 他加了一些幽默在裡面 你們有空去看他的這個 非常精彩 所以幽默是我們演講裡面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 我要講的就是 我們其中有一位演講者 他很大力 他用很多科技 很炫手 來表達他的意見 我覺得是 我必須要讚賠他的創新的努力 我們可以看到 他又很用心來準備他的這個影片 但是我們也不需要提醒他 當一個講者 他只是一個 深光只是一個輔助工具 重要的還是在 演講者本身的表現 他的自己語言 他的內容 所以兩極化的反應 喜歡的很喜歡 不喜歡的就是靈魂 所以我們要肯定他的努力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告訴他 這個努力是有奉獻在 而且他是要專注在 講者個人的技巧表現 跟內容的深度 所以我必須要講出來 那另外我要講出 就是我們有其中一位講者 很明顯的 他的內容是有原創性的問題 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也不要說誰 但是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想我們任何 我們將來參加演員的比賽 都要注意到這一點 至於講到這個獎兵比賽 我覺得我們今天看到的西培 我們真的是享心悅目 他的演講非常有內容 非常精彩 當然我們也看到 我們很多參賽者 給他非常好的建議 我這邊靈靈散散的記了幾家 其中一位講者 他拿了稿子 他不用 可是他就拿在手上 這我就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要增加你的信心 我覺得這個要避免 要避免 因為沒有必要 完全沒有必要 第二個呢 有一位講者 他一開始就提出建議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打破傳統 有點危險 不管怎麼樣 我們在演講會裡面 我們都是要先報 對不對 先講一些記憶性建設器的話 給這個講者 不是說你馬上就 我給你建議 這個就持續上可能有問題 在策略上可能要大家要要注意的 那麼另外一點就是 我們剛才有講評的提到 就是你在講評的時候 不要重複太多講者的內容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你可以講到說 這個演講對你的反應是怎麼樣 或者是你講他的優點 這一點千萬要注意到 不要花太多時間再重複講什麼內容 那另外呢 給建議最好是2點 或最多不到3點 你如果講1點的確才少 的確才少 所以你怎麼樣都要想出2點到3點的理解 再來呢 我又自己犯罪錯誤了 你在講他的這個優欠卷的時候 不要說再來又來 你要說1 1點 2點 3點 你要分得很清楚 你要說再來又來 這個人家也會考慮 到底要講這個很清楚 還有呢 不要 在結尾的時候 在結尾的時候 不要講說我希望他下次再來 我們這個 來聽他的演講 因為事實上可能性真的不高 你在分會裡面你可以這樣講 在比賽的時候 你強調一下 要說我們期待他下次做更精彩的演講 這個我覺得要避免 還有呢 就是 很多人 因為拿了稿子或怎麼樣 完全沒有手勢 完全沒有肢體語言 這是非常可惜的 還有呢 另外還有一位 講者呢 完全沒有建議 這也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另外我要講的位 也是有一位講者 他請大家補掌 一開始請大家補掌 我覺得最後不需要再用一次 這個方法最好是用一次就好 要再用另外一次 還有一點 就是 我覺得外貌 不是以我們平演講的一種 而言 千萬不要再提到外貌這個東西 總而言之 我覺得呢 這是一個非常精彩的比賽 不管是講者或觀眾 甚至我們各場 大家都有收穫 大家都有學習 謝謝孟杰帶給我們一個 這麼高水準的場地 這麼高水準的比賽 謝謝大家 謝謝